哈喽 又到了国际Plot参全球的时间啰 我是主持人谭一伦 好 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来介绍 加入我们对谈的记者叶伟成 伟成好 一伦好 国家朋友大家好 好 当然哦 这个我们国际Plot参全球 每一天都好多观众朋友都在锁定 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国际新知跟资讯 所以今天伟成要带我们先来谈一个科技的新进展 就是飞机 但其实飞机有大多人很多在这个疫情结封之后 好想要搭飞机出国 就连我也一样 那伟成呢 最近已经没有办法加入好久没出国这个话题了 因为我在飞机上已经有八个小时的游程了 真的是相当的嚣张 因为他刚从泰国回来 不过飞机又不只是带大家这个到地方去旅游 他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进展对吗 没有错 很多人觉得时间就是金钱 像是中国大陆现在准备要研发一款 像是火箭型的飞机 他从出发之后 只要一个小时就想要到达他的目的地 好一个小时真的是超级快速 那等一下伟成会带我们来进行 深入的分析跟了解 那一轮我则是要跟大家来谈一谈小儿 最近在全球陷送了 其实这是一个警讯哦 因为大家好像比较关注在新冠飞行疫情 那今天我们也带大家深度的来探讨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那国际台一轮的第一个单元就是Google Chain看世界 我们要把镜头先到美国这边看他的热搜话题 好美国现在关心的热搜话题呢 就是说漫威民应该都很期待的黑豹2瓦甘达1 所以已经释出了前岛的预告片 而台湾因为时间比美国快一点点 所以有机会在11月9号的时候比美国还要先上映 是不是很期待 我非常期待 因为我觉得黑豹很好看 尤其这个瓦甘达当时就是也有一些人用口号说瓦甘达 然后其实台湾好像就有像瓦甘达的处境 所以我马上兴奋第二集会有如何发展呢 没有错 因为尤其是漫威最近也有一些作品像是雷神索尔 也有人说就是他的续集就跟索尔本人一样雷啦 所以当然很希望黑豹2可以给我们更不一样的感受 另外他还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在里面 是因为他原本主演黑豹第一集的男主角 他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大肠癌而病逝了 不过这部片子是在2021年的3月才开开 那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制作团也非常的用心 就是把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事情融入到里面 他们也没有找人直接去取代黑豹 而是就是在这个前岛预告中可以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他们是有为第一代的黑豹来举行这个丧礼 那过程中到后面的时候也有出现说 下一任黑豹他继任者这个身影也出现在里面 所以大家也很也很就是兴奋的想要知道 究竟他的继任者是谁 等于说漫威觉得这个黑豹是不可取代的 所以不管是现实生活或是在戏中 他们都有做一个同样的tempo在进行 没有错 好美国的热搜看完之后我们来看英国 英国的这个热搜话题其实是两个足球队 它是西班牙豪门足球队 一个是巴塞罗那一个是皇家马德里 他们24号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的这个体育场内 举行了季前的友谊赛 结果很精彩6万多个这个球迷在底下呐喊 结果巴塞罗那他们靠着这个巴西裔的边风 拉斐尔他就是踹进了一个这个球得分之后 结果这个面对当时其实是皇马的中后卫的安东尼奥防守 结果还是蛮厉害的就他成了定局 把这个球给锁定下了胜局之后 那当然皇马一直不断的试图要反攻 结果还是没有办法最后不敌巴塞败下阵来 但这个场上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这个巴塞的中后卫是拉丁女神夏奇拉的前男友 哎 前男友哦 所以已经分开了 但是当他拿到球的时候 全场都一直纏夏奇拉 那他有开心吗 他不开心他一脸尴尬 所以我觉得 就是偏尴尬 对 所以英国人 我觉得对于足球热情之外 他们对于一些场边的花絮也是很有感觉 没有错 好 接着我们来看的是日本哦 对 大家最近这个要小心投资型的诈骗 最近大家那个iMessage 都收到很多叫你投资诈骗的情绪 好久没有加我LINE了这种 真的 到底是谁 为什么我要加你LINE 对 好 那日本发生什么事呢 这是一个就是协心组合的成员 叫做木本 那他之前就是他认识了一个二三十岁的这个年轻人 就说那我们一起来集资来进行一点外汇的投资吧 因为反正不能出国不能去哪边 钱都省下来了 那不如就来投资 所以呢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协心 所以他身边的好朋友也都是艺人朋友 演艺圈的 对 没有错 他跟演艺圈的朋友就是募集了很多的钱 新台币高达1.5亿元 就把这个钱给他说他要来操盘来进行投资 没想到这位年轻人真的是一位就是诈骗高手 就这样把钱给卷走了 就不见了 对啊 所以现在这个协心呢 他现在又也是面临了这个诈骗的这个官司 所以他最近的这个通告啊 全部都以自己身体不舒服为由 所以都请假了 不过他也是有对外来跟这些艺人朋友说明说 他会尽力的把这些债务就是把它负责起来 但是讲到钱就伤感情喔 真的 是不是你妈妈又给你两个意思是什么 对 她说朋友之间呢 两件事情不能谈 一个就是钱 一个就是政治 对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 对 可能会引发一些争议的话题 没有错 好 那除了钱要注意之外 我们来看韩国的热搜 这个热搜是一个名字喔 他叫做柳森勇 其实可能很多人对他并不是非常了解 除非你是这个韩国 可能也很关注新闻的人才会知道 他其实是这个 他们卫山中部警察署长 那为什么他会成为热搜话题喔 其实跟他们一个政策有关 这个韩国的行政安全部的长官李祥敏 他在15号的时候宣布 他们要设置一个新的负责警务的部门 警察局 那在8月2号要正式成立 那这个一来 就会让原本独立运作的警察厅 结果现在都有行政安全部门来全部管辖 有点政治介入吗 对 很多警察会觉得有这样子的氛围 所以他们觉得说 感觉会让警队成为一个这个政权的工具 那为了反对这个警察局的设置啊 所以这个柳森友他就开了全国的警察署长会议 结果举行完之后没多久他就被停职了 所以当然他就有很不满嘛 那他也痛批说 这就代表行政安全部门是不可以握有人事权相当好的证据 因为他可以让你上他就上让你下就下 对 那是不是政治力会介入到整个警政的系统里头 也是很多警察没有办法来认同的一个点 没有错 所以这成为了韩国的热搜话题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哎现在韩国的发展是如何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来看香港的热搜话题是什么呢 也是人民对不对 对他的关键知识吴起立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名字还没有印象 很久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曾经有听过陈荣说过一句话 我犯了全世界男人都会犯的错 对所以请他不要再把全世界男人拖下水了 好当时他他这个吴起立跟陈荣他们外遇所发所所生下来的小孩 就是大家媒体所通称的小龙女叫吴卓琳这样子 那吴起立他是单独的把他的小小孩来抚养长大 对他是陈荣是完全没有介入的 但是这个小孩呢 真的是观音世界岁月如说他也已经19岁了 对我觉得好像才小时候的记忆 他这样已经19岁成年了耶 真的时间过得很快 他发生什么事情呢 结果呢他长大到了19岁大概是 对我们要读大学年纪了 他跟一个外籍的网红叫做Andy 然后他们就私奔离家 而且呢这么小的年纪 年纪小伙快10岁 但他们还远赴加拿大来结婚 所以呢这吴起立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宝贝女儿就这样被带走了 那他就觉得说我的小孩是被别人给带坏了 所以他就有在就是他有公开的讲说有人 他觉得很难过对不对 对有人把他的小朋友带坏啊中断血液又不工作 甚至还偷窃擅自变卖家中的财物 虽然他没有指明道姓说就是Andy你把他带坏的 但是的确是蛮有可能就在指涉他 而且甚至呢他有指控说他的女儿好像有跟他讲说 直问他说为什么他还活着对妈妈讲这种话 如果我是妈妈我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心痛 因为当时这么大风暴我又几次把你养大 结果现在回过头可能有一点没有办法理解妈妈的心境 那当然我觉得乌其立确实是香港人都很关心的一个人物 因为从当初发生事情然后到后来他怎么样抚养孩子长大 一直都是大家讨论的话题 没有错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台湾 台湾讨论什么呢 讨论的是猴豆 为什么猴豆 因为现在猴豆很多个国家都有 而且看似有一点点失控了 那当然WHO的这个专家委员会他们是意见分歧 到底要把它变成全国的这个公共紧急事件 但是这个秘书长谭德赛就已经宣布了 他在上周就讲了X11列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那也是被认为是世卫首次在专家还有余虑之下 但自行发布最高层级的全球公卫警报 那当然现在世卫有6度发布警报 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 那还有H1N1的流感 伊波拉病毒 小儿麻痹 还有斯卡 那现在大家又很担心 台湾已经目前是两例了 所以指挥中心已经讲了 就是要开始买疫苗了 希望8月就可以来到 那现在看似的这个猴豆的状况是比较紧绷 所以WHO就赶快防范未然 希望大家可以比较戒备一点点 而且我觉得台湾在这次的行为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他在专家会议之前就已经先宣布了 似乎跟上一次新冠肺炎的时候 他感觉像是一拖再拖的这个步调是不一样 也可能是想要在新的疫情开始之前 然后赶快宣布来挽回一层的感觉 所以台湾人也很关心说这个猴豆 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状况 好接着我们还要看到的是新加坡 没有错 新加坡所关心的也是这个足球赛 那他们这个热搜话题主要是来讲说 有这个巴西的足球明星内马尔 他日前是跟着这个巴黎圣日尔曼球团 前往日本进行一个友谊赛 但是呢 因为其实现在他们现在是就是球季的中间 他们要可能会有一些球员等等之类的交易 那现在知道的是就是英超的这个豪门切尔西 他们有表态说想要把他给签下来 但是他他其实就是有自己是希望可以留在原本的球队 但是呢他比较令他比较心寒的是说 虽然他们现在的教练有表示 哎他他这个内马尔的表现都还不错啊 可是到底能不能留下来呢 始终是没有给个答案很像就是哎 我没有要为了更好的薪水离开球队我想要留下来 可是好像球团不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所以可能他就会就是之后他到底可以去哪呢 他也是内心很彷徨这样 对那看起来新加坡也很关心挺台的善事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关心完Google chain的议题之后 我们就要来看到哎真的不是只有新冠病毒哦 其实还有很多的病毒对人类都是非常有危机的 尤其小儿麻痹 因为他已经算是蛮罕见的 不过最近哦在英国的乌水里头发现了有病毒 甚至美国有一名成年的男子 他已经得了小儿麻痹 哎让大家都蛮震惊也很警惕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1955年就有疫苗 70年代在已开发国家间就近乎绝肌的脊髓灰直言 也就是俗称的小儿麻痹症病毒 2022年夏天竟再度出现在美国 美国近十年来的首例小儿麻痹患者 是纽约州罗克兰县一名年轻成年男子 一个月前出现虚弱与瘫痪等典型小儿麻痹症状 已超出两周的传染期 但小儿麻痹只能经由人类粪便 口鼻与飞沫传播 这名患者感染的是美国境外病毒株 但他最近没有出国理由史 小儿麻痹疫苗分为减毒与非活性两种 纽约患者体内病毒株 与口服沙冰疫苗内的减毒病毒株相同 但这款疫苗目前没有在美国使用 患者本身也没有接种任何一种小儿麻痹疫苗 听起来是在卫生环境与医疗条件极差的环境下才会发生 但如今不仅在纽约 今年6月间在英国伦敦污水处理系统中 也发现能引发小儿麻痹症的病毒 英国也早在2004年 就停止使用减毒的口服沙冰疫苗 1984年时最后一例小儿麻痹症病例出现后 就无病例至今 但伦敦下水到采阳中 验出小儿麻痹病毒 表示英国已有人感染 根据我国卫生署的资料 小儿麻痹症90%为轻症 但0.3%到1%的患者会肢体麻痹甚至瘫痪 麻痹患者有5%到10%的死亡率 当年小儿麻痹疫苗效果虽佳 但一旦重症就不可逆且无药可医 如今小儿麻痹病毒开始变异 人类能做的只有提高疫苗覆盖率阻止传播 漏洞之一是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各地医疗资源吃紧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初步统计 疫情期间在全球有100多国 儿童的各项基本疫苗接种率下降 各项儿童基础疫苗覆盖率明显下降 加上因地球暖化造成的各种因素 例如蚊虫滋生 空污严重 土壤流失 都造成抑郡减少 但有害人类的细菌或病毒更加蔓延 但另一半的儿童就是如今需要努力的对象 尤其小儿麻痹病毒过去在温带地区流行期 就是夏季到早秋此时 倘若小儿麻痹病毒真的变异 并已在纽约与伦敦这类繁华都会区传播 对人类来说确实值得紧张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很多的疾病我们都以为早就已经销声匿迹 像是伤寒其实在一开放中的国家会比较常出现 像我们开放中的国家卫生设备都已经改善了 可是现在好像又卷土重来 对很多人都还不理解什么叫伤寒 其实伤寒还有叫负伤寒 它是一种全身器官的传染病 所以你会有像是头痛啊 恶心 肚子痛 甚至成年人还会有便秘的情况 那他就是用粪口在传播 不过就是很奇怪伤寒过去想说应该没有到那么多力了 但是最近好像有一点点迹象要捐土重来 那我们先看什么样子会得伤寒呢 像是贝壳类的一些海产像蚝这种东西 或者是没有煮熟的蔬果 或是没有经过消毒的奶类等等的 都可能会有引发伤寒的危机 因为它有病毒嘛 那怎么样治理呢 其实它就是抗生素是目前唯一的有效治疗方法 那为什么会有伤寒 它就是这个肠道沙门氏菌S-Typhi所造成的 不过这个抗生素治疗方法固然很好 但问题是就会出现一些危机 它开始演化出这个抗药性 而且过去30年不断的成长跟散播 你看到它抗药性的品种不断在上升当中 所以现在有些伤寒 已经不受前线抗生素的影响 它逐渐变成一个新抗生素产生的抗药性 而且它是全球在扩散当中 其实刚开始是东南亚 还有这个东非南非地区 但后来发现在加拿大美国跟英国 都有类似这种抗药性的伤寒 那1990年来达到了200例 甚至南亚的案例还占了70% 所以就是让大家比较担心的 那到底怎么办呢 你总不能都有抗药性 就等于这个病没有办法control 没有办法掌握 目前唯一的解药就是阿奇梅素 但是专家还是也担心说 未来它会不会也有抗药性 那就等于没有 没有药可以治 对没有药可以治 可能它要再发展更好的 那也有人说 那干脆扩大治疗 用这个伤寒结核型的疫苗 巴基斯坦这边也有狩猎常规的接种 那印度这边则是有研究说 都市的小朋友接种 会减少36%的病例跟死亡 所以看起来 这个疫苗接种似乎也是蛮重要 不然这个全球没有普及 又会变成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很多过去我们在看这个疫情之下 懵懵懂懂的 不过这次新冠肺炎 这个肆虐我们大概快三年的时间 很多人都有概念 就是如果已开发国家都打了疫苗 那开发中国家或是落后地区都没有打疫苗的话 就会变成这个没完没了 因为它不会不断的变异变异变异 对只要多一个感染 就会多一个变异的机会 对所以人类就没有办法再控制 好那当然我们看完了伤寒之后 还要来再看看刚刚我们报导里面讲的小儿麻痺 那伟承你记得过去你的收编小同学 有没有小儿麻痺的患者呢 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差不多是2000年以前 那个时候其实有可是很少 就是可能一个年级大概一到两位的朋友 会是有这样的情形 对但像我自己 我对于小儿麻痺就是蛮陌生的 我大概知道说他可能会有一些肌肉的部分 会有一些状况 那刚刚伟承讲到一个2000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台湾是在2000年的时候 WHO公告我们是属于根除小儿麻痺的地区 那代表说我们其实几乎是没有小儿麻痺的产生 那确实也长大之后 比较少听到小儿麻痺的状况 但问题是最近在美国就有一个成年人 他发现就是他有小儿麻痺 那他会引起一些疾病嘛 那其实人类就是他唯一的宿主 所以大家就很担心啊 说他会不会又开始死灰复燃了 那这怎么样预防呢 其实我们看到说美国就成年人之外 伦敦的污水里头也发现了小儿麻痺的病毒 这是疫苗延伸株的第二型小儿麻痺病毒 那他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小儿麻痺有分成 这个病毒的这个疫苗有分成两种 应该说他预防之下有两种 一个叫注射型的一个是口服型 那口服型在开发中国家是蛮受欢迎的 那先进国家大部分是不会用的 好为什么我们等一下来讲 但是开发中国家因为他可能资源跟金钱比较少 所以第一个可以想到就是因为他比较便宜 所以开发中国家爱用 那为什么先进国家会弃用呢 其实他有一个状况是 他是使用活病毒 所以这个活病毒可能就会容易排出体外 排出体外就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环境污染可能会把这个病毒变得变异 他也会增强就他就变成了是一个疫苗衍生的病毒株 就变成另外一个循环 对那现在在英国污水里头 其实发现的就是这种 那这个口服型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发明的 不过大部分的国家已经没有在用 其实包含台湾也没有在用口服型的这个部分了 那他对于接种疫苗的人自然是没有影响 但对于没有接种的人 特别是幼童就会产生感染跟严重的影响 那现在大家就想说怎么办呢 你看像这个1984年以来 首次在数月间重复验出同一个病毒 所以英国就好奇说 这有可能是来自其他国家 那有没有可能会有社区感染 因为英国现在也没有在用口服的这个部分 所以是不是其他开发中国家有用 那他可能到了英国 对那他可能就排出去之后到污水 因为可能粪便什么的 然后就现在就有一些状况发生 那目前英国是还没有案例啦 但像美国就有 那美国那可能还要在调查 为什么一个成年人会有这个状况 但是那个成年人就没有打小儿麻痹疫苗 那像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有打 所以我们其实都还算有抵抗力 但总是要预防嘛对不对 那2016年小儿麻痹在四个国家有数十例 但是你看2019到2020年案例超过1000倍耶 结果有30个国家都有 这感觉就有一点警讯 对为什么呢 其实跟新冠肺炎又有很大关系 我们新冠肺炎一直很害怕新冠病毒 因为感觉致死率很高 所以我们都一直让额头啊 幼童来接种这个疫苗 结果打疫苗就导致这个小儿麻痹的 这个接种的时辰又大乱了 对因为打完新冠疫苗 大概有两周的时间不能打其他的疫苗 对那可能有些人就真的没有打 或者说忘记了也有可能啊不清楚 但是问题是确实已经打乱了整个幼儿接种的疫苗日程 所以小儿麻痹会不会在英国再重来 现在大家都很担心 我觉得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个议题 我就是希望大家对于一些基本的这个疫情啊 或是一些病毒的知识 我们要更全面性 我们不要只有focus在好像只有新冠肺炎 其实不不不很多的病毒 都会造成人类非常大的危机 好那当然我们看完了小儿麻痹之后 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 大家就觉得说 诶病毒其实就是看不到敌人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小 那细菌也是一样对不对 你有看过细菌吗 我们可能只能透过纤维镜 或是其他的仪器来看观察 好没关系我带大家来看细菌 这个位称 这边这个就是细菌耶 你有看到吗 很像这个眼睫毛对不对 一根根的这个 对对对 那旁边这是用10每分的硬币相比 哦这是硬币哦 对对对 是下面这是硬币 然后上面这个是细菌 其实还蛮清楚的 那这个细菌大概有两公分左右 他们说这个科学的杂志哦 发现一个突破性 居然可以用肉眼来看细菌 他们说是史上最大的细菌 那我们先看哦 这个细菌叫做华丽流珠菌 那我刚才说的像眼睫毛一样嘛 那它可以长到两公分左右 而且是拥有细胞核哦 是有这个细胞DNA的 不过一般的细菌哦 它是没有细胞核的 它的遗传物质都是在是个细菌内漂浮 对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 那甚至它可以用硫化合物跟水中的氧气来制造产生糖 那用二氧化碳来制造食物 不过一般的细菌它只能用扩散的方式来汲取养分 所以看起来它是一个蛮特别的 而且它体积会变大 那帮助它获得了化学物质 那但是体这个细胞一大之后 养分就会输送的比较慢 所以它到底怎么样运作 科学家还在讨论 感觉还是一个谜团 不过有人认为说 既然都有巨型的细菌存在 应该有巨型的病毒存在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那未来就不是看不见的敌人 是看得见的敌人 我觉得如果病毒大到看得见那个形状 应该会蛮令人不舒服的 可能就不是眼睫毛了 不知道是什么 好那当然我们讲完这些 在这个医疗的一些生活的讯息之后 我们还要再来讨论的是 这个太阳能飞机的进化 还蛮多人对于飞机的议题 是蛮感兴趣的 韦晨你怎么看呢 没有错就是这个 大家搭乘飞机应该都是有相同的 类似的体验 大家想象我自己很喜欢坐飞机 就是我不会介意说我要坐太久 但是很多人会希望说 它在飞上时间越短会是越好的 那其实最近这几年 就是包含了事实上是战略的需求 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次这个 乌克兰战士他们使用的无人机的 这个像这样子的器具在使用 我觉得无人机蛮好的 因为不一定会有士兵损伤嘛 那又可以到前线来攻打 因为毕竟人的生命是无价的 一台飞机造价就是那样是算得出来 可是人的生命是没有办法算出来的 所以就是这个空中巴士这家公司 就是这个坐飞机的这个公司呢 他们有研发了一款叫做 微风S的这个无人机 它长的大概就是这个形状 非常的流线型 其实乍看之下很像竹边的纸飞机啦 因为它就是无人机 那它已经创下了一个记录是 连续飞了超过26天 它只靠太阳能就来这个运行 而且上面没有人 它就是靠遥控的方式 没有错 那它就是打破了上一次的记录 在2018年的时候 也有使用无人机飞行25天的这个记录 所以既然它在空中 那它所用的发电方式就是太阳能 那它就是如果它飞到没有太阳的地方呢 就可以有它里面这个除电的装置 把它省下来 好 所以呢 这个航空杂志的主编 就是专家就认为说呢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它生产出来 它可以不断的在空中的这样飞行 以及测试的话 那它就是可以这个超越操控者 视距以外的飞行 就是我不用看到飞机到底在哪里 像我们平常用那个空拍机 我们一定要看到那个飞机在哪里 才比较好操控 可是这样的东西就不需要 它是一个很重大的里程碑 可以用在军事的用途 或尤其是救灾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发生山难水灾 有地方去不了 我们未来也许可以就是靠这样子的无人机 来进行这个救援的一个部分 对但是像美国海军是不是有发明这个太阳能的无人机 没有错 他们有跟这个西班牙新创的公司来进行合作 他们签了500万美元的合约 来开发全新的太阳能无人飞机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义呢 就是阿汤哥要下飞机了 为什么 哦他不用开了 没有错 对他们其实也 那个感觉是 Top Gun Top Gun的时候就有讲到这件事情 就是未来可能不需要飞行员 对所以第三期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人在开飞机了 抛控 对对对 所以他们其实在大概在2016年的时候 他们就有进行像是双人驾驶的这个阳光动力二号来进行测试 那他也是就是使用太阳能的方式 不过他们过程中就有发生这个天后还有电池过热的问题 所以有降落几次 但有重新的飞起来 那他们2020年的时候的这个7月又开始研发新的这个太阳能的无人机 强调就是要提高性能 而且重点是就是我刚刚讲的没有驾驶座 但其实因为现在美国空军自己他们有开发一个叫收割者的这样的飞机 所以他是第一个专为长时间高空侦察的武装无人机 他们现在所研发的这一款虽然功能比较少 可是可以节省支出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所以会经过一连串的测试 就是希望可以赶快把这样子的无人机给制造出来 对那刚才卫生一开始有讲说一个小时的飞行 然后大家都好想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这是中国大陆他们想要打造的叫太空型的飞机 那他们这个是他们飞行公司凌空天行的一个计划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看过火箭升空 他不是因为一个瞬间喷火把那个火箭这样冲上去吗 那他们简单来讲就是说让这样的飞 让飞机也装上这样子火箭的装置 有翅膀的火箭 对有翅膀就是让它装上了这个像是有翅膀的火箭 但它其实是飞机的一个一个构造 但他们就用这个火箭的装置把它垂直的让它升空 所以他们就可以在超过航空平常飞的这个平流层上面的临近空间 进行飞行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搭飞机的时候 遇到花很多时间加快就是起飞跟加快要滑很久 还要再往上往下 可是这样子的飞机就只要垂直就可以直接上去了 就跟我们后来很多的战斗机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有就不断的在进行这样子的测试 然后甚至还有一度被认为说它是不是被带了核弹头要进行核 就变武器了 对 不过当当时这个赵立坚就说他就只是在验证这样的飞行器能不能使用啦 但是这什么时候可以让这张东西上线 到今天我们怎么一个小时进行这个全球的旅行呢 在明年开始他们会进行先进行载货的试验 然后2025年会启动营运 所以最快可能也要等到2031年交付飞机之后开始进入商业的运转 因为毕竟这么快的东西还是要大家负担得起 也要验证它的安全 所以可能也要等到2045年的时候才可以进入高端的商务旅行市场 对那但还有一段时间喔 那我们希望这个一个小时的飞机可以带我们环游更多更多的事情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